哈嘍大家好 歡迎來到QAQ文 我是DH 今天介紹世界上最稀有的高山貓 山元貓 是屬於貓科、虎貓屬的生物 氣息地為南美洲的阿根廷、智利、玻利維亞和秘魯的安帝斯山脈 海拔1800至1200公尺高的地區 所以又被稱為南美山貓或是安帝斯山貓 牠們的特徵為 灰白色的毛面帶有黃褐色的斑紋 尾巴上有6至9個圈紋 黑鼻子、黑嘴唇 沈殿體頭體長57.7至85公分 尾長41.3至48.5公分 尖高約36公分 體重4至7公斤 牠們是夜行性肉食動物 主要的食物就是之前介紹過的兔鼠 佔了牠們總飲食的93.9% 之前一直有人問兔鼠好吃嗎? 看牠們吃這麼多還吃不膩應該是不錯吧 對了 牠們的鄰居之一的潘帕斯貓也很愛吃兔鼠 佔潘帕斯貓的總飲食的74.8% 由於牠們生活在人煙稀少的山地地區 又是夜行性動物 生物學家對牠們的行為了解不多 凡志祺根據有看到幼貓的時間推測 約是在每年的7至12月之間 懷孕期與哺乳期的時間目前未知 但確認有餵養與教育的行為 有記錄到母貓帶著幼貓狩獵 性成熟的年齡未知野外生命未知 牠們的現存數量非常稀少 估算只有約2500隻 並且只有約1300隻是成年體 屬於兵為物種 對於牠們最大的威脅就是人類 雖然牠們居住在山上 但也會跨越山谷尋找配偶 或是新成年的成體要尋找領地 但由於人類居住在山谷之間 阻斷了牠們的路徑 當地人也大量獵捕三元貓 並且流傳著一個傳說 如果你殺死一隻三元貓 會招來厄運 但若你將牠的琵琶下來帶回家 並製作成玩偶或是衣服 則可以驅除厄運並帶來豐收 現在七級地的四個國家都已經設立保護區 以及立法禁止獵捕 如果有導致任何野生貓科動物死亡 將處以罰金或三連監禁 並且實施教育活動 宣導停止獵殺的漏襲 藉此來保護山元貓 最後來看一下牠們在攝影機前賣萌的樣子吧 感謝收看這一期的Q1趣聞 若Q1趣聞有增加你的見聞 請訂閱、按讚、分享 並留言告訴我你還想聽什麼主題吧